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意味着金星上有可能存在着生命 论文披露 早在2017年 该团队就利用夏威夷的JCMT麦克斯韦望远镜对金星进行了观测 本来是想检验金星的大气模型 结果却意外的发现了零化氢的踪迹 为了核实这个新的发现 这些科学家们又在2019年通过架设在智利的大型射电望远镜阵列 ALMA进行了观测 最终确认了零化氢的存在 有人会问 零化氢是什么 为什么在金星上发现零化氢会被认为是可能有生命存在的证据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种剧毒的气体 零化氢 零化氢的来源有两大类 一个是生物性的来源 比如地球上部分哺乳动物的肠道或者粪便中会产生一些还原性气体 其中就包括零化氢 甲烷等等 主要由艳养性生物产生 还有一类是非生物性来源 在地球上 火山活动 陨石 闪电等自然现象都可能产生一定量的零化氢 但数量极少 地球大气中 零化氢的主要来源 除了艳养生物代谢活动 就是人类的工业生产 这都与生命活动有关 那为什么在金星上发现零化氢能让天文学界和航空领域的科学家们如此兴奋呢 那是因为零化氢很容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生成诸如磷酸盐等更稳定的物质 或者很快受到光子作用而分解 这说明 零化氢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而被消耗掉 因此 必须持续大量产生才能达到可被观测到的量 所以 科学家观察到的零酸盐在金星大气中持续存在 这需要一个持续的来源 不断地补充大气中损失的零化氢 使零化氢聚集到一定的浓度才会被观察到 论文提到 探测到金星大气的零化氢的浓度是11分之20 即每11个分子中仅有20个零化氢分子 这个浓度已经是地球大气层中零化氢浓度的1000到100万倍了 如果是非生物来源 大气中能够产生的零化氢浓度 比现在探测到的浓度应该要低4到5个数量级 参与这项研究的麻生理工学院分子天体物理学家 Clara Silva教授相信 金星上的零化氢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生命活动 是不是很让人兴奋呢 金星通常被人们称为是地球的孪生兄弟 因为它的大小 质量 体积和到太阳的距离都与地球相似 但它的表面状况却和地球完全不同 金星的表面一直稳定地处于900华氏度 大约482摄氏度左右的状态 这个温度已经可以直接将千融化 所以这样的恶劣条件 别说存在生命 就是航空探测器要进入金星也是极其困难的 而且金星大气的质量有96.5%是二氧化碳 还伴随着厚重而且吸热的硫酸云 风速更是达到了350公里每小时 这比地球上的超强台风的风速快了将近一倍 还有金星表面的大气压是地球的92倍 相当于地球海底1000米的压力 或者一个人背着47吨重物走在路上的压力 以上的种种因素导致了金星的表面荒凉无比 条件异常恶劣 所以人民又称它为地狱星球 但是金星的表面并不是唯一可以寻求生命的地方 在2017年就有科学家大胆的推测 在金星表面上60英里也就是96公里处 也许会有生命的存在 因为金星云层之上的环境与地球惊人的相似 那里有近似地球大气层的温度和气压 而且环境中含有低腐蚀性的物质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了金星上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证据 也证实了科学家之前的推测 不过有观点认为 在金星的复杂环境下 可能还有我们尚不了解的 零化氢的非生物来源机制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指出 虽然目前没有比金星上 存在生命更合理的解释 但还不能说明 金星上一定存在生命 因为我们人类对宇宙的了解 实在是太有限了 所以不排除还有其他非生物 生成零化氢的方式 这需要我们人类更进一步的研究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局长Jim就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 艳养生物的副产物零化氢的发现 是发现地外生命的证据过程中最重要的进程 大约在十年前 NASA在地球12万英尺处的高层大气中发现了微生物 现在是时候优先考虑金星了 随着在金星上发现生命存在的证据 人类也将拥有重返金星的更大的动力 其实今年年初 美国NASA就宣布了新一轮2026年的金星探索计划 Viritas 你们知道吗 实际上 这颗地域星球曾经也是一颗像地球一样移居的星球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哥达德太空研究所 基于金星探测器的数据建模后发现 金星形成后有30亿年温度处于20到50摄氏度的移居状态 并且有着河流海洋和多样的生命 所以如果不是大约7亿年前 因为某起事件导致了金星二氧化碳浓度急剧上升 而且气候变暖 现在的金星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颗地球 美国新一轮的金星探索计划将会通过研究金星的地质 来了解为什么它的演变和地球如此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探索来了解这颗曾经与地球相似的蓝色星球 是如何演变成地域星球的 这对于地球的未来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还有研究人员提出另一种可能性更加耐人寻味 他们说金星的生命可能来自于地球 这种说法是基于泛种论假说 这是一种关于生命如何从一个星球传播到另一个星球的概念 指的是各种生命形态可能借着流星与小行星散播繁衍 在这种情况下 对地球的撞击可能会将微生物生命送往距离地球最近的金星 在那里这些生命以某种方式适应了金星大气层的环境而继续繁衍 对于金星的生命来源于地球的这个说法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着地外文明 总是希望在宇宙中找到与我们类似的生命 试图证明我们人类在这个宇宙中并不孤单 但是我们可能不仅仅在意想不到的方式中找到生命 还可能找到与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的生命形式 宇宙那么大真的很想去看看 好 我是K姐 记得点赞订阅 下次见